之前的整理好放在等于是这里 你们可以看到像如何注册 如果你有些步骤漏掉的话 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如何删除上个礼拜有讲过 比如说因为这个免费的账号 它只能够放一个的话 那如果说你要删掉 就是说你要产生第二个那怎么办 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你注册成会员 那要钱嘛 一个月至少要9块钱 大概10块钱美金 那如果你不花钱 那就是第二种方法 就是怎么样 就是每做一次删掉一个 因为它只有一个免费而已 它也是 不过一个免费已经算是不错了 佛心至少你有这个功能 那怎么样删掉 就是setting setting里面之后的话 它下方 特别是这个下方 最下面你找一下 会有个delete list app 那删掉之后 上个礼拜有同学问说 那老师 那我删掉之后 我原来那个怎么办呢 那原来你不是在你的随身碟里面还有吗 如果你要再把它传上去就不就好了 那也就是云端上面这个 它有点像是暂时存放的一个 帮你转换的一个机制而已啦 那你旧的你不要说你丢上去就把它删掉了 你在你随身碟里面随时要 要产生新的那个app 应该都没有问题 然后删掉的流程大概在这边 所以请各位自己稍微看一下 删完之后记得重新整理啦 因为你没有重新整理 这个画面好像没有出现 你重新整理之后呢 就又会出现 你又可以怎么 upload zip的file 那这个zip的这个file 实际上就是一个网站压缩之后的结果 特别注意哦 里面我特别特别强调说 里面尽量不要放中文档名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里面尽量不要就是index的话 后面印象中好像用html 好像会比较OK一点 不过印象中html好像也OK啦 不过好像上礼拜有同学试了之后发现有问题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改成副档名是html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在云端画面上面都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就是说有问题 自己再到这上面来看一下 我想这个地方就辅助各位 如果说你有时候记性不太好的话 可以再来看一下 那上个礼拜我们做完之后 这边有几个画面 包含就是主要重点 第一个就是怎么样 如何做什么呢 做这个里面的这个叫做什么呢 导览列 对不对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做下面的叫做什么 就是list view list view应该叫什么 检视清单 OK 两个东西还记得吧 这个上面要先插入一个什么 DIV 导览列要先插一个DIV 不过下面这个不要插DIV啦 因为两个常常搞混 好那就DIV里面呢 再去设置 上面还有文字 怎么样把文字叫出来 上面还有一些小图 怎么样把图放进去 另外呢 颜色怎么去变更 还有印象吧 如果没有忘记的话 请回头再看我们上个礼拜的影片 都有详细的说明 OK 那再来就是说底下的list view 那list view怎么制作 我想这个东西都后面都要用到 而且你们的作业里面也都会用到 所以请特别注意 那图的部分 当然你可以插入一个图啦 这个做法跟做网页一模一样 那第一个 第二个重点 就是下一页 比如说我今天呢 要如何可以做出什么呢 做出下面这个按钮 按钮部分 好 那面印象 对 所以这个是第三个重点 如何做按钮 那按钮的话 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以连接到其他的页面 或者是说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些效果 都可以利用按钮来做 那按钮怎么做出来的 那另外再来就是上面不是一个back 怎么样让它做一个back 这是第四个重点 那其他东西我想会比较简单一些些啦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的一些重点提示 那怎么做呢 其实上个礼拜的画面当然有有有有有图有真相 这边有那把有没有这个地方 然后另外这个每个图的名称有没有 那个上面的icon 你怎么去做设施这边也都有 那你可以利用这个上面的icon 稍微去了解 另外呢 icon部分怎么去加啦 然后这是list view的画面 怎么去做list view 记得选取之后 把那个什么data rule改成list view 那这样它就会变成一个list view的部分 OK 那大概是这些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继续看那个就是106了 所以请各位也稍微了解一下106 106的完成画面 有哪些东西 实际上呢 这个地方我们主要要做出效果 类似像这样好了 也是类似 第一个就是说 大家就复习一下 上方 我希望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list view 让一般的使用者可以点选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 我底下放个图 这个图上面一样有红点 红点一样可以连接到 个别的 所以上面点上面跟点下面是一样的 第三个就是怎么样呢 下方再做一个呢 这个叫net bar 这个也是做一个复习 当然上面有个什么呢 icon跟文字 另外颜色你也变更一下 当然不一定说用预设的颜色 第一个页面大概首页长得像这样子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有了这个app的观念之后 你会发现 因为我后面需要连接 所以我后面需要几个页面呢 你可以看一下 总共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加一个本身的首页 有没有 所以总共会有几个页面呢 总共五个嘛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页面我们可以叫home 对不对 第二个页面以后的话呢 这个叫page1 page2 page3 page4 或者你当然你要取其他名称也OK啦 只要知道说你可以连接的这个页面 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的话呢 切过来之后一样怎么样 可以秀到 比如说我点南辽宇港 南辽宇港要能够秀出来 那南辽宇港秀出来之后的话 假设说 我希望在这边看到几个东西啦 第一个 有没有看到home 有个小的home 有没有 第二个的话 就是也是要有个箭头 那这个跟上个礼拜的 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在上面 它没有任何的文字 有没有 只有小说图嘛 那你点下去 它当然效果也是可以做得出来 那如何把文字拿掉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也蛮简单的 那当然其他的话 你自己也可以在底下 看一把桌按钮啦 这个也可以练习一下 按下去 它也可以跳到其他的页面等等的 这个效果我想 各位可以再多 多去做一些些变化 那怎么做 等一下来看 那一样 第一个就是说 先把那个 我们需要的 练习档 打开来 106 然后把这个 搬过来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改成 这个什么呢 App 把那个后面名字改一下 OK 第一步就完成了 第二步的话呢 打开来 那里面这个D4 其实不用了 把它删掉好了 特别特别注意哦 这个D4一定要 在你上传到那个 PhoneGap的网站的时候 这个D4 记得要删掉 因为之前哦 它没删 好像有同学没删掉 然后传上去 就产生错误了 因为它会干扰 原来的那个首页哦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D4把它删掉好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开始来工作了 开始做什么 再把什么 Zoomweaver打开来 接下来的话 就可以怎么 架设我们需要的网站 就可以开始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相关的 准备工作先准备好 那等一下的话 再来看哦 如何做后面的相关的练习